很浓郁的味道 所以这个是秘密大公牌 这个是什么名堂啊 这个就是豆腐渣 哦 豆腐渣 这个发酵的豆腐渣 这个是纤维啊 这个就是刚才油中的纤维 你看这个的细度跟那个细度就差了很远了 看到吗 这个就很幼了 看到吗 很幼了 就有一点很浓郁的味道 很浓郁 真的很浓郁的味道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工作我们就很繁杂 各位网友如果想要过来修一下也是可以啦 对 可以来修一下 修一下是 什么感受一下这种味道 看到吗 你看我们的鸡蛋壳 嗯 这个一天的分量 每一天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蛋壳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看这个是什么 看到吗 这个就是鸡蛋跟蛋清拿来发酵成的 这个也是我们的其中堆肥的载体之一 所以我们的载体太多种了 就是说那个鸡蛋厂它是整车整颗给你啦 然后就是丢在一个大桶 比这个那种200L的那个大桶 它把生蛋直接这样丢进去 有列的就是一起丢进去 它没有跟你采取 没有办法采取 这个工作就是由我们做的 啊 就是由我们做的 这个在发酵当中 这个我们把蛋壳立出来 这个就是里面的鸡蛋 蛋黄啊蛋清啊这些东西 哇浓郁 这个味道已经有一点酸酸了 是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味道是吓死人的 枪毙的 很枪毙的 这些都是好料 这些都是好料 都是好料 这个也是用在堆肥还是菌肥 啊菌肥跟堆肥都有用到 这两种 OK看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养殖技术 看到我们的黑水芒吗 哇哇 就是刚才外面的那一 对很软 OK看到吗 怎么这个水水的 OK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 养在水里面的 很多人还不知道黑水芒 可以养在水里面 所以这个是秘密大公开 这个大公开了 秘密大公开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发酵中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黄豆 黄豆液体发酵 看到吗 上面就是满满的静末 这个就是叫静末 每一种微生物它很奥妙 它的静末的排泄物的形状都不一样 OK你看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微生物 你看它的静末又不一样 看到吗 不同的静种 它出来的排泄物 跟它的静石都不一样 它颜色也不一样 不一样 你看这一个的又不一样 看到吗 它的静石又不一样 所以微生物真的很奥妙 看看这个又不一样 看到吗 它很特别的 它就好像一个艺术画这样 你看它的菌丝 每一种微生物它的菌都不一样 再来 又不一样了 看到吗 对啊 又不一样 每一种都不一样的 所以很特别的 很特别 越多代表你的它的繁殖量越好 它的环境很好 生长到很好 所以这个就是每一种 都是放在那个 这些所有里面都是液体的 这个是液体的 这种是液体的肥料 在扩防的当中 要扩防微生物 很多种类的微生物 就是我们的菌种 它都需要糖分 OK糖分 我们用的就是人次的红糖 人次的红糖 而不是那种废弃的 这个是人次的 因为人次它里面的矿物质 跟微量严肃很好 明白吗 你给好的东西 给菌吃 菌就繁殖的多 这个是一个循环的系统 在这边可以养鱼 可以种菜 是一个鱼菜工程的系统 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 养黑水芒 还有养我们的沙虫 会养一些 因为这个光给人家看了 教人家怎么去养 教人家怎么养 种菜又养虫 OK 如果种菜的时候 要养那个虫 是不可以有水分的 我们就放物料在那边 至少人家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方便 在一个地方就可以教完它 怎么去养那个虫 怎样把它的幼苗培植出来 怎样让它防止 这些黑菌芒 还有这个我们所谓的大麦虫 看到吗 好像海绵这样 味道高高啊 好料的味道 有些人不习惯 对 你看蛋壳 因为现在在扩建这个产地 所以很乱 所以上不久停了一段时间 因为为了要扩充这个地方 这边是第二次发酵的 进行第二次发酵 什么叫进行第二次发酵 就是当它在我们 我们这边控制都是给它升温到 一定到75度 如果没有到达75度 很多的二菌 还是还有办法在生存在里面 但是我们不可以给它 100%的温度上到晚 只是有些我们会给它上到甚至100度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的二菌会比较多的 我们就是要100%灭菌 如果不需要的 我们不要把它弄到晚 弄到晚的话 因为队里面的营养素会有破坏 所以不是每一样都是要上100度 但是每一个至少有70度到75度之间 至少这个是必须的条件 60度是不足以 是还不够的一个抚熟 因为如果你不够的抚熟 而且你又没有再进行第二次的发酵 以后你放在涂染的话 它会导致第二次的发酵 会导致涂染烧根 涂染烧根很大问题 因为你还没有完全发酵抚熟 当你没有发酵抚熟够的时候 你放在涂染的时候 涂染里面有它特定的微生物 可能它有一定的那个微生物在涂染 它也会进行在里面在第二次发酵 所以就会导致烧根 发酵过程可能舒服了一点 可能没有控制的好 要全面发酵抚熟透 我们才可以进行包装这些 工人在贴这个虫分 因为一个星期至少都来5吨 每一个星期 每一个星期5吨 每一个星期5吨 每一个星期5吨的虫分 它负责搬虫分就对了 对 你看你看 很多蜻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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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